其他還有 暫時的變化都不大 我們等到臨場先了 開始 立即展開角逐啦 新生22元 一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呢 見到埋變的位置有這個新生 都拖著了 中間走上來的馬呢 還有這個雙辣 還有就是這個磚黃騰龍 再入面就是這個威霸龍 後面的一大馬 見到呢 還有外面就是這個大關刀 武士神區 再在外面是紅絲寶貝 裡面粉紅衣就是這個龍武軍 再後多小的馬匹呢 才見到有這個大王者來的 外面鑄之寶 尾以就是這個驚惑飛翔 遠遠包尾的一隻馬呢 就是那隻多快樂來的 轉彎中間的時候 前面雙辣 放了出來的 跟著第二位就是這個磚黃騰龍 再後面第三 內蘭有龍武軍 外面威霸龍 第五位灰馬大關刀 再後面新生 就已經選出選入 任他選的了 大外擋就是這個紅絲寶貝 裡面就是這個大王者 入到最後200多米 前面雙辣依然是佔先 鑄黃騰龍按住 現在比來看有沒有反應 中間就有一隻新生 再後面的馬有大王者 入到最後100多米 見到新生出來先 但是鑄黃騰龍一路捱住 第二位 中框殺上來有龍武軍 接近終點的手辣 新生還是接先 鑄黃騰龍第二 第三名龍武軍 第四名是雙辣 結果這場賽事 新生就大二門贏了 整隻冷門的鑄黃騰龍 擠在前面走 新生都贏上來 都大把在手了 龍武軍就跑過第三 至於第四名是雙辣 白寶走位就走得厲害了 韋達走位就輪盡了 這隻鑄黃騰龍 今天可以這麼快擺前面 他真的有點不順 但是一走到前面就不一樣了 就是怕他轉彎的平衡 落飛的 輸贏可能的打擊和Q 都會比較好 那媽寶也有安慰獎收 如果閃銀力回答老闆 如果真的贏了 可能大家感情會不一樣了 乖 感情不一樣了 好 新生就完成了 屎蜜了 龍武軍好像很輪盡 很輪盡 就騎下去不太足道 變得要被打擊 把它把霸幫上來 不如這樣保留著慢慢來 幹嘛要跑出了 跑去把龍都溫選了 好 都不一樣 有點失控 尊王騰龍 用這一招就行 走信他 他不用跟你在面對 他不用跟你看了,就變成你犯錯誤的機會少了 你看偉達那隻,一早應該轉位了 沒錯,其實在那裡已經有位了 起碼你可以跟著威法龍出來轉 你還在那邊搏位? 一直在裡面 搏位? 所以說三兩隻馬都可以有搏的 遲一點吧 打下去有些是斜進去 黑牌王者也是起步很隆盡 他有一點點,外面還有一隻經絡飛翔 快的了,快的了 看,那隻紅獅寶貝